作为一个高层,在外人眼中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表面好像很光辉,但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道 每次公司业职好,老板就觉得是自己领导英明 公司出事,老板就觉得是我的问题 而我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被老板骂了 老板跟我说,如果再搞不定这个数据,我就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不明白,即是炒我 面对着公司的压力,我开始有点投不到气 于是我决定打给个朋友,找他出来慎哭 我去到他家,想不到他已经这么贴心,准备了烛光晚餐 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素负 突然间,他走到我身边 问我要不要试些开心的东西 我没有想太多,就吸引了大喇 突然间,我好像放松了,而我眼前的东西都开始变得奇怪 我没有想太多,就想太多,就想太多,就想太多了 FREEDOM Keep your ears to the ground FREEDOM It's the best show in time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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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 直到有一天被老闆冒人 我心情不好,於是打算下班後在公司吸一口,釋放情緒 但可能是命運的安排,我秘書剛好留在公司 然後發現了我吸毒 你在做什麼? 被他發現之後,我以為他會跟大老闆報告 誰知他沒有,還反而安危我 就是這樣,我們在公司討論了很久 他突然抓著我吸手,和我加油 就是這個時候,我們四目交談 他的嘴信和我愈來愈靠 大哥,你不能冤枉我才行? 沒有,我沒有這樣想過 是嗎?沒有嗎?我以為有 不好意思,來過吧 來過吧,來過吧 就是這樣,我們在公司討論了很久 而Doris又坐得很遠 Doris跟我說,他以前有一段時間很大壓力 經常回家都自己一個人在哭 正當我打算安慰他的時候 他又說,那一段時間就是我經常罵他 於是,我又坐下來 他又繼續說下去 那時,他有一個朋友知道他不開心 而那位朋友又很喜歡拍照 於是就帶了他出去一起拍照 在這個過程中,他慢慢喜歡攝影 而攝影都變成釋放壓力的方式 多次之後,Doris決定加上我拍照 讓我不用再依賴讀品 我發現在拍照的途中 我內心不再感到煩躁 而且可以看到這個城市的另一面 可能已經想不可以直接幫我解決問題 但卻會平靜我的內心 讓我有一個更好的狀態 雖然最後,我都被老闆解僱了 但我都明白一個道理 工作並不是你人生的所有 最重要是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遇到煩惱,有很多解決的方法 但吸毒就要為你帶來解決煩惱的假象 並不會真正幫你解決問題 你搞甚麼?吸毒嗎? 我沒有 沒有?沒有搞成這樣? 你還好說 要不是你教我拍照,我會搞成這樣 你知道那些器材是多貴嗎? 拍人又要幾支鏡,拍到景又要幾支鏡 還要越出越多 我就是買器材玩到瘋了,知道嗎? 你好地怎樣教我拍照? 你教足跡不行嗎? 還不是你教游泳 來人家拍照?你說吧 足跡不好嗎? 足跡多開心? 又不用錢? 你怎麼搞成這樣? 很生氣? 我把20元過來嗎? 好吧 10元能量嗎? 快點 我也沒錢吧 10元 太好了